我覺得 只是我覺得 我努力工作了 我每天上班努力工作了 大家好 我是小溪 我想先說感謝大家來我的頻道看我的影片 我今天準備了 小酒 我在韓國喝小酒的時候 和雪碧一起喝了 好喝 我覺得的話 容易地說我真心的 我們 分享一下我在台灣生活中 不便的部分 16.9度 喔這個 這個是我自己買的 六湯裡的那個被子 很可愛 真 好喝 台灣的不便的部分 中第一個 沒有 24個小時 中天開的咖啡廳 這樣的咖啡廳沒有 我在韓國的時候 我喜歡去咖啡廳編輯影片了 11點12點 這麼晚的時候也去咖啡廳編輯影片了 但是 這邊沒有 聽說有幾個家 到凌晨4點 3點才有這樣的咖啡廳 但是我的家附近沒有 在韓國的時候 如果 我朋友晚點 晚了 出去晚了 然後 沒有公車 沒有電影了 在韓國的話 可以去咖啡廳等車 去休息 但是這邊沒有 只有買大了 我覺得 這個部分有點不方便 不方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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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個 第二個是 我覺得 其實我覺得 台灣的 口音不好 但是我不知道 那個 公語的 口音 因為 我自在的那個路 是 小的肉 沒住過 那個大的公語 我的國畢的人 看電視的話 我知道 他現在看電視 還有他和朋友 打電話的話 我可以 練習 聽力 他的效果有點大 這個 我覺得 很不便 我下次搬家的話 我一定要看 一個是 有美有張男 第二個是 個人 真的 第三個 我們開始 分享敏感的問題 我努力工作了 我每天上班 努力工作了 但是我覺得 工資有點小 我在韓國的話 有家人的家 現在 住在一個人 所以 一個月 付房間的錢 還有 吃飯的吃 這樣的工資 生活 有點 不夠 我的老伴也 訂閱我的頻道了 第四個 第四個 第四個是 台灣 冬天的時候 超冷 不是外邊 裡面超冷 沒有那個暖氣 當然 韓國的冬天 更冷 但是 室內的話 台灣更冷 我一定不需要那個熱湯 我12月的時候 不用熱湯了 台灣的冬天 比較短吧 我覺得 買熱湯 我浪費錢 但是 過12月以後 就買了 就買 熱湯了 哇 超冷 在台灣 沒有熱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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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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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台灣冬天的話 一直在城牆 一直看上圓這樣 看 台灣的冬天 區內和 這個 有點不便 還有 我剛才一講到 都是我個人的想法 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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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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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的外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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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法都不一樣 只是我個人的香港 有的外國人 我和你們沒有 味道不好的是 我們健康相機 味道好吃的台灣的東西 謝謝大家 今天也來我的頻道 看我的影片 真的感謝大家 掰掰